恩典掌权 第十一章 恩典掌权 基督徒的生命应当比我所经历的更丰盛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 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句话 或诸如此类的话 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感触 而且不止一次 虽然我深深地感谢上帝赦免了我的罪 但我的生命中没有新约记载的基督徒应有的那种喜乐和力量 我把福音视为传递让人如何进天国的好消息 但这好消息却不能让天国进入到我的心中生活中 福音在我眼中只和永恒相联系 却没给我任何精力在地上丰盛生命的盼望 为了给我周围的人注入生命的活力 我过去常常思考 如何提高我组织教会活动的能力 我像一个漂浮在海面上的人 渴了就喝海水 结果却是越喝越渴 任何想在宗教活动中 找到满足感的人都难逃这种命运 宗教永远无法满足人心灵最深处的需要和渴望 我想你既然花费时间和精力阅读此书 就一定愿意完全经历神的恩典 如果你也相信基督徒的生命应当比你所经历的更丰盛 那么你需要仰望神 因为耶稣来是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你在宗教中找不到满足 就像你在其他错误的常识中找不到满足感一样 人只能在耶稣基督里找到真满足 只有他能援救那些在缺乏神生命的宗教组织中苦苦挣扎的信徒 当恩典掌管一个信徒的生命时 他的生命会有明显的改变 他得蒙的祝福也是显而易见的 恩典使信徒精神振奋 持续经历时的恩典是促使信徒生命振奋的最好途径 宗教只能消耗人的生命 活在宗教之下的人是一个被驱赶前行的人 但恩典从不驱赶我们去做事 恩典只是知道我们享受满心感谢的侍奉神的喜乐 一个行进在恩典中的人越服侍就越感到精神振奋 他不会因为不断的施工而感到灵力疲乏 当然作为一个人 他的头脑和身体会有疲倦的时候 但他里面的生命却以神在不断赋予他力量而刚强有力 他的内心也一天心死一天 参见《格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 他发现自己发自内心的愿意一直热心的侍奉神 一张通向倦怠和懒惰之路的家世执照 我不需要强迫自己做任何事 因为我活在恩典之下 贝蒂说 她和她的丈夫就行进在恩典中的基督徒的责任问题 有很大的分歧 我认为我们需要做一些事 而这些事与恩典无关 他争辩说 他们来找我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他们就这个问题征求你的意见 你会告诉他们什么呢 基督徒是不是必须尽义务做一些事 或者基督徒可以坐下来休息 他的余生就这样度过 恩典的确会让信徒从宗教职责的王国中解脱出来 贝蒂所说的基督徒不必强迫自己去做事的观点没有错 但在我和他们夫妇谈话过程中 我发现他们两个都没弄清 在恩典中行进的含义 贝蒂的丈夫试图将她对宗教的期望强加在贝蒂身上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贝蒂的生活态度也不对 她的生活许多方面变得消极倦怠和懒惰了 一个生命中充满了神恩典的基督徒 可能有时达不到律法主义者人为设定的标准 但她在天路历程中不是倦怠和懒惰的 恩典的好消息并不只是让人理解她 从律法中解脱出来了 真正的恩典不仅使我们脱离了律法 而且把我们送到主里面 恩典开启我们的双眼 让我们看到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 恩典从来不是信徒倦怠和懒惰的借口 相反 恩典使信徒依神的生命而精力充沛 这样信徒就用超散的力量侍奉神 恩典是神的大能 他让信徒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你里面基督的能力 耶稣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参考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在短短的三年中 他的言行影响了整个世界 因为他的言行中充满了神的大能 所以一个被恩典充满的神的仆人 绝不是消极的人 圣徒约翰在论及跟随耶稣的人时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 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 上帝把耶稣的恩典 浇灌在我们身上 使我们被他的恩典充满 我们的生命是在恩典之上还有恩典 当一个信徒身上拥有耶稣基督的能力时 他怎么会变得消极呢 那些认为有关恩典的信息 会使人变得消极的人 其实没真正理解在恩典中行进的含义 那些变得消极 倦怠和懒惰的信徒 并没能真正让神的恩典掌管其生命 一个生命中充满了神的恩典的基督徒 可能有时达不到律法主义者 人为设定的标准或期望值 但他在天路历程中 绝不是倦怠和懒惰的 他的生活方式就是让神的恩典 斜他前进 行进总是上进的 不是消极的 耶稣的灵住在信徒里面 如果你明白这个真理 你就在真理的圣灵的引导下 知道自己该走向何方 当你意识到 你所拥有的能力 你必会兴奋不已 并且愿意在你的言行中表达出来 你心中存济谁的知识 你所要的力量全员就来自哪里 恩典的加音 是耶稣基督在你里面 这信息足以令你油然而生敬畏之情吧 你有幸生活在恩典的新约时代 应当倍加感谢上帝 因为旧约时代的信徒 连想都没敢想过上帝 可以住在信他的人里面 当他们在山上 在燃烧的荆棘中 在火柱旁 在云柱里得以见到神时 他们激动不已 他们在偶然的机会里 遇到了神 而他们的生命就因此而完全改变 他们只在短短的一瞬间 见了一眼神 然而他们却被完全改变了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三日之后复活 天上的窗户也因此而敞开 上帝将他的荣耀 恩典和能力 倾注到接受他的人身上 在旧约的时代 这个奥秘被隐藏起来了 但今天 神却愿意让他的儿女 知道这奥秘 在外邦人中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就是基督 在我们心里 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参考格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 旧约时代的信徒 只见了一眼神的荣耀 就被大大的激励 那么 今天在信徒里面的 今天住在信徒里面的 神丰盛的荣耀 会对信徒 及其周围人的生命 有何等大的影响呢 当一个人知道 在耶稣基督里 他是谁 他就被永远地改变了 一旦住在他里面的基督 显现成为一个现实 他就绝不会 再对此处 再对此处于无知的状态 他永远也不会忘记 在他得知基督 就住在他里面这个真理后 他人生发生了改变 他永远也不会忘记 基督就是他的生命 与他同在的基督的荣耀 会永远赋予他生命的活力 恩典 改善了我们的属灵现实 我不再是一个信奉宗教的人 当我开始在生活中 真正理解 我在基督里的身份时 上帝就彻底地实施完了 他的研究计划 不过 我并不是暗示 我现在已经弃绝了 我从前的 括号 真正醒在神的恩典中 之前的所有行为方式 我仍然做着与从前相同 或相似的侍奉工作 我依然会祷告 读经 传福音 去教堂 所不同的是 我行动的动力全员变了 当我是一个律法主义者时 我的行动 是我的努力的反应 我在侍奉中 常常靠着自己的力量 现在 我是在神的大能之下行动 当恩典 掌权在我生命之后 我发现 那些在过去 十分空洞的行动 如今已变成神 丰盛生命的表现 我现在十分享受 做着那些 从前被我视为职责的事 令人兴奋的是 我们知道的事工 不是我们给神的礼物 而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或说恩赐 保罗在以福所述 二章十节中 说明了基督徒 侍奉的实质 我们原始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 叫我们行的 过去 我是一个律法主义者 我认为服侍 是我向神进的义务 我认为去做一些 荣耀他的事 是我的职责 结果我发现 我有必要分别一下 那些自认为 会蒙他喜悦的事 然而 当恩典开始 掌管我的生命时 我的观点完全不改变了 我开始理解保罗所说的 上帝提前就预备 让我们去参与一些 善功这句话的含义 一个行在恩典中的人 并不需要每天一起床 就想当天 他该如何去服侍神 他只需要住在基督里 这样当他一看到 侍奉神的机会 就会喜乐的去做宇宙间 全能的真神 让他参与的善功 太好了 他会说 看 这是上帝今天 预备让我做的善功 感谢你上帝 我能和你一同 做你的工作 在恩典中行进时 你的属灵现实就改变了 服侍神 只是我们身份的自然流露 规条永远不能激励基督徒 行有效的和有意义的服侍 只有神的恩典 才能使人过荣耀他的生活 保罗曾提醒 提多注意这个真理 他说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 已经显明出来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迁的心 和世俗的情愿 在今世自守 公义 敬虔度日 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 神的恩典激励 并教训我们 敬虔的生活 借着基督的十字架 你已经从职责的监牢中解脱出来 并且已经进入到 基督的自由之光中了 神的国度 不是一个规条的国度 而是恩典的国度 其中 主要看我们与神的关系好坏 使徒时代 一些罗马的信徒 一路争论吃什么 不吃什么 喝什么 不喝什么 是否是评判信徒生活的标准 保罗为此写信给他们说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 真正的信心的焦点 是耶稣基督 不是做什么 不可做什么的清单 我们和神关系越密切 就越容易在行为上圣洁 持续地活在恩典之中 永远不会激励你去犯罪 相反 会促进你过敬切的生活 正如罗马书 正如保罗所说 罪 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罗马书六章十四节 神的恩典 与基督本人 是密切相连的 当神的恩典 透过你彰显出来的时候 他的行动 就是住在你里面 耶稣意愿的表达 欢迎你进入神的国度 我曾有二十九年 虽以信主得救 却不知道上帝 究竟愿意 让我怎样的生活 我想荣耀他 并真心诚意地做那些 我认为他期望我做的事 尽管我非常努力地 侍奉神 但我始终感觉 我失去了什么 我相信 基督的死 必定能带给 信徒更丰盛的生命 然而 我却没体验到这生命 有时我甚至会想 或许我这一生 都没有可能经历 持久的得胜 和真正的满足 我在鼠林的阴影里徘徊 仅能很偶尔地 瞥见基督的自由之光 我生活在律法之下 我的人生观 不允许我欢喜快乐 轻松自然地生活 但感谢神 我现在明白 每一个住在基督里的人 都可以喜乐 轻松地生活 他救了我们脱离 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 他爱子的国度里 参考科罗西书 一章十三节 我得救以来 人生中最大的发现是 有一天圣灵开启我的双眼 让我看到生活在 神爱子的国度里的含义 你是否被规条掌管 只生活在生活中 常常苦苦挣扎 借着基督的十字架 你已经从职责的监牢中 解脱出来 并且已经进入到 基督的自由之光中了 你是这个新的国度的公民 进入到神的真光中吧 你想有神爱子的国度的公民 可以享有的一切权利 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稳 不要再被奴役的恶 奴仆的恶挟制 参考加拉太书五章十一节 内心的征战已经结束了 你因着主的缘故而得胜 上帝已偿付你的一切罪债 你可以自由地生活了 你不必再惧怕 你永远不需要将主意力 集中到自己身上 检查自己是否达到律法的标准 你不再活在黑暗的权势之下 你也不再活在律法的捆绑之中 你现在活在爱子的国里 你可以安心下来 喜乐地生活 因为在这个国度里 恩典执掌王权 亲爱的天父 我愿意让恩典掌管我的生命 我确信你是我的生命 从今以后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是更深地认识你 愿我能更深地认识 我在你里面的身份 执教我如何行在恩典之中 愿你透过我彰显你的生命 求你 用你永恒的爱来改变我 奉主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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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